在那个时期 算得上最繁华的大都市 上海 各方势力暗潮涌动 可谓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城市了 整个上海滩的地下势力 被三个男人操控 号称上海滩青帮三大亨 但是这三个男人的结局 却截然不同 自古乱世出英雄 上世纪早期的上海滩 可谓是一个滋长乱世枭雄的时期 在那个时期 上海滩有三名出生于社会底层 却成功成为上海滩传奇的人物 这三位传奇人物分别是杜月笙 黄金荣和张孝林 他们三人被誉为上海滩三大亨 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 这三个传奇早已成为了历史 但关于他们三人的故事 还是很值得了解的 接下来就说一说 关于这三人的一生 关于上海滩的这三大人物 人们常说黄金荣攀财 张孝林善达 杜月笙会做人 但是 虽然曾经在上海滩 混得风生水起 可最后下场 有人好有人不好 其中一人绝后 一人当汉奸 还有一个已是儿孙满堂 先来说一说黄金荣 他的一生 可谓是十分浪荡了 他是三人里面最为贪财的 一生泡妞无数 也认了很多的干儿子 只不过绝大多数 也都是一时兴起 就连名字也记不住 只可惜 虽然是上海滩曾经的传奇 也认了很多干儿子 却未曾拥有一个亲生骨肉 虽然认了很多干儿子 但其中有一个人 他叫做黄军培 是黄金荣最为喜爱的 一个干儿子 黄军培是由黄金荣领养的 带回家后 为他取了个乳名叫做福宝 要说黄金荣 多喜欢这个干儿子呢 法租界里 黄家的产业军培的理论 名字就是由他的名字而来 黄军培长大成人后 黄金荣还为其找了个媳妇 不过正是这个媳妇 最终拐跑了黄金荣所有的家产 而黄军培也因年早逝 未能给黄金荣 剩下一个小孙子 虽然后来黄金荣与妻子离婚后 又娶了上海的民邻怒兰春 但两个人婚后 也是未能生育子女 一个上海滩大亨 最终未能留下一个子嗣 为其传宗接代 也是很遗憾 再说说三人里面 唯一一个汉奸张孝林 在1937年 日口发动813事变的时候 上海被攻陷 张孝林就直接公开投敌 成为了汉奸 他有一个亲生儿子和两个养子 不过这唯一一个亲儿子张法瑶 却把父亲所有的不好都学到了 从小就不学无术 沉迷于鸦片 最终因为吸食鸦片过度 而惨死在了一个弄堂之中 所以这位汉奸 虽然是曾拥有过独子 最终却也还是 和黄金戎一样绝了后 作为上海滩 三大亨之中的老大杜月生 是三人之中 最会做人的一位 结局也与前两人截然不同 过上了儿孙绕西的幸福生活 杜月生的一生 顾明梅正举了五位太太 虽然大太太和五太太 没能为其生下儿女 但其他三个太太 一共为杜月生 生下了妻子二女 而杜月生 对自己的子女们的教育 也十分重视 虽然自己设非 但完全不让自己的子女们 设计其中 杜月生喜欢人们 称呼极为杜先生 他在法国粗介地区 创办了一所正式中学 自己亲任董事长 还在自己老家浦东 耗资十万元 建了一座浦东都市藏书楼 附设了一座学术 让其他爱读书的人 都能读到圣贤书 不得不说 杜月生确实是上海滩 三大亨之中家庭事业 都最美满的一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